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检警冠犯刑事案件 最困扰的一种就是 固步遗证 不是因为嫌犯有多高明 通常都是固步的太粗糙 反而让真正关键证据 无意中被消失 但有一种坚持 是对揪出真凶的执着 让犯罪无所遁形 接着就跟着老Z 回到案发那一天 大学生出租套房 经传害人女裸失 全身遭乱砍31刀 下体竟插着玻璃皮 粘写报纸残缺指纹 全村把法验DNA 真凶因这关键入网 遭村民围殴泄愤 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这起平科女大生 变态惨死案 时间回到1999年10月6日 9A大堤症才刚过半个月 为在屏东内浦乡的 屏东科技大学 一名农园系大四女学生 这天跟同学相约 要一起去上课 只算同学到他租出敲门 却发现屋内没有任何声响 把门一推开 满地都是鲜血 命案发生地点是 屏东县内浦乡东片村 警方将现场封锁进一步采证 这里居住的都是国立屏东科技大学的学生 上午8点多 林美秀的同学没有看到他出门上课 结果却发现22岁的林美秀 在房间里倒在血泊中 已经弃绝身亡 有20几处的刀伤 属于水果刀割的 类似那种凶器 那么因为流血过多 休克 休克致死了 检察官会同法医来到现场相验尸体 由于死者外裤被脱下 生前有没有受到性侵害还要进一步的鉴定 而内浦分局立即出动了远警 在命案地点周围的草丛或者水沟里 找寻凶刀以及任何有力的线索 结果警方只发现了一把水果刀已经带回鉴定 唇仆相间爆发如此害人命案震撼了当地 林美秀的死状不但凄惨还相当诡异 上半身衣着完整但是被掀了起来 裤子跟内裤被拉到小腿处 四肢跟躯干一共被砍了31刀 最诡异的是下体竟插着一纸玻璃瓶 赶到场的建制专家林铁笔 皱起了眉头仔细踩正 是谁要了她的命 在临近宿舍又怎么没人听到一丁点声响呢 而林美秀的父母亲也从桃园赶来现场了解 伤心的家人不愿多说什么 林美秀是屏东科技大学农园系大寺的学生 同学都说前一天就没有看到她 至于老师眼中的她是一个文静单纯的女孩 她一般来讲大概都是平平的 所以交友来讲 听说那个听他们老师讲 应该也是也没有什么特别 就是当然有一些朋友大概是这样 由于死者租屋的地点单纯 东片村又是个存樸的村庄 警方不排除是熟人所为 或者是临时起义 已经针对她的交友情形进行调查 刑事局监事小组在林美秀的左腹部上 发现了一个淡淡的咬痕 也就是牙齿上下排的证据 并在下面顺利采集到了DNA 此外房间内还发现了一叠 案发当天的民众日报 由于林美秀并没有读报的习惯 这张报纸上有明显的刀痕 警方认为这是包裹胸刀用的 并在项头采集到了一枚残缺的指纹 光靠这样子的证据找得出凶手吗 为了了解被害的灵性女学生的正确死因 屏东地检署检察官会同法医 在屏东市病医馆为尸体进行解剖 初步了解女学生身重20多刀 尤其左手腕伤口很深 流血过多死亡 随于被害人被发现时下半身赤裸 法医也采集了分泌物 检察官表示不排除死者生前受到性侵害 法医相应之后发现林美秀并没有遭性侵迹象 也就是说这是凶贤固步移政 而林美秀的包包 现金跟证件不翼而飞 很有可能是一起强盗杀人案 这样现场没有打斗挣扎迹象 研判凶手应该是熟人所为 而且有地缘关系 警方全面清查林美秀的人际网络 从学校有人甚至扩大到整个东片村的男性 都需要拔头发 咽口水 因为每个人都有嫌疑 林姓女学生16号被人发现 城市在租来的房间内 有死者生活单纯 警方锁定他的交友情形进行调查 而被害人在中部念书的男朋友已经出面说明 警方也一一地牵查女学生的邻居同学和朋友 承办的检察官指出 已经掌握了相关证物 但还需要进一步的评清 我们蹲骗证到 男孩子都是黑说非啦 他怎么可以这样子讲我们蹲骗证呢 警方大规模的动作引发不少民怨 多数村民都认为自己 怎么平白无故被怀疑涉案 警方前前后后一共验了6000多人 打破当年验DNA的人数记录 结果呢 一无所获 而报纸上的指纹 因为游牧的关系 一直无法完成比对 加上当年建党的资料少 真凶就这样一直逍遥法外 见识专家林天比 努力将这枚残缺的指纹修补后 不断的去比对心经义男 以及通缉犯的资料库 迟迟没有好消息 但三年半后的某一天 电脑再度跳出资料 经过人工比对确认 高度吻合 锁定的是一名新竹男子 陈能玉 发现案发当年 他就在屏东万丹 某加油站打工 为了补强证据 警方不动声色 悄悄的从他居家垃圾中 采集了DNA来比对 Bingo 真凶就是他 哪里进来 你杀小子 杀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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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东内部东片村民 看到杀人凶手陈能玉 忍不住上前围殴 辱骂凶手泥灭人性 也让村子的名誉蒙受不白之冤 然后你一条路啊 算你别 在村民一片的路马身中 警方押解带着头罩的嫌犯 来到三年前犯案地点 学生租用宿舍 要他模拟当初是怎么犯案的 你确定你模拟就放这个地方 然后后来你怎么进入这个宿舍 你从哪里走 我出来再看一下 看是不是 你说我讲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 吴呼召怀疑的东片南村民 一把怒火全朝向陈能玉发泄 而他将犯案摩托车 淹在屏东 车厢里还放着当天民众日报 剩下的几叠报纸 跟案发现场的正好凑成完整一份 铁班的证据被摊在眼前 陈能玉白口莫变 将当天的过程河盘拖出 这个现场有两个比较明显的激震 一个是在一个报纸上有一个指纹 因为他在腰部有一个咬纹 是有经过DNA的比对 两个人不相识为什么下手这么狠毒 他说是因为当时失恋又缺钱花用 偷偷跑进白海人的住处偷东西 被发现才将他杀害 三年前嫌犯就从这里潜入宿舍中 没想到灵性女生从外头回来 发现竟然有不认识的男子 拿着报纸在房间中就大声喊叫 嫌犯射手拿着房间内的水果刀 猛刺平科大女生一直到他弃绝身亡 一共31刀 并且退掉他身上的衣物 咬了死者左边腹部一口 并且用花瓶在死者身上 做成性侵害的模样 误导警方办案的方向 原来陈能玉南下跟女友同居 两人却闹到要分手 加上他从江户站离职后 一直找不到工作 10月6日案发当天 他买了一份民众日报 看求职广告 喝了点酒后 居然想在白天闯空门 逝世运气 没想到李美秀去洗衣服 回房间撞见了陈能玉 直接被拖进房内杀害 让这间房子成了凶宅 这些年也传出不少人 曾看过林美秀的冤魂 模拟完毕 有人按捺不住 这位气氛的房东也是受害者 他痛恨凶险 让他的房子租不出去 警方赶紧从后门将嫌犯压走 没有人清楚这个时候的嫌犯 心里头到底在想什么 是想警方本事不可好 抓一个杀人犯 整整找了三年六个月 才找到他 还是怨恨自己当初不够小心 在这场官兵和强盗的斗志杀人案中 留下布盖流的机制 让自己的犯行破了光 陈能遇被强盗杀人罪起诉 反而认为他年纪轻轻 不思正途 手段凶残 甚至刻意侮辱尸体 误到检警侦办方向 造成死者家庭破碎 也没赔偿 但念及他坦诚犯行 因为失业挺而走险 并非使恶不赦 判处 无奇徒刑定验 以上只有今天的故事 欢迎收看小伙伴 在底下留言一起讨论 我是老Z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